我想說這是一個重錄 因為剛才我錄完 因為一些技術的關係 整條影片不能重新錄過 我真是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9日星期二 逢星期二我都會跟大家講講 加密貨幣或者比特幣 如果到現在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你可以按一按右下角這個按鈕 就立即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下個星期你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講講的 就是比特幣的幣價分析 以及想跟大家介紹一間來自美國的信託公司 叫做Grayscale 在開始這堆東西之前 有一個少少不知道算不算是投資的東西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本人擁有這個domain 就差不多超過10年的時間 大概每年給100元港幣去維持著 或者登記著 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收到一個email 是從這個go daddy.com 就說有人對我的domain有興趣 他就offer了1000元美金 想買了我的domain 因為這個domain 我都擁有了很久 都有感情的 所以我就覺得1000元美金實在沒有誠意 所以我就立即回覆了 如果沒有5000元美金 我是不會考慮的 我打算撒走了他 或者他根本就不會再問 誰知道過了兩天之後 他就回覆了我說 他的客人願意加錢加到3000元美金 那我就開始心動了 你可能都知道這幾個月以來 我都是沒有收入的 所以3000元美金 都是一個普遍吸引的數字 但是我堅持 然後我死都要說5000元美金 我才肯開始考慮一下這個offer 那好吧 又回覆了他 那幾天之後 他真的接受了5000元美金的offer 我想我也會接受的 因為近來真的挺窮的 為什麼想跟大家分享呢 是原來想告訴大家 原來雖然這宗交易 是未真正收到錢 但是如果真是成事的話 這宗交易的回報都幾高 你想想 我hold了10年大概 我想大概給這個登記費 給了1000多元美金 不是 1000多元港幣左右 現在我可以收回5000元美金 即是說 可能回報都會有幾十倍 真的挺開心的 好了這個小分享到這裏 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 好了見到這裏 我們很熟悉的trading view 比特幣現在的價格是 9656元美金 上個星期很神奇地 當我拍片的時候 幣價是超越了1萬元的 但是當我拍完 做一些後期剪接的時候 突然間 它又由10200多跌回到9500 這些位置 真的 嚇死了 如果你當天買的話 所以經常都說 短炒真的不太建議 我都是視比特幣為一個中長期的投資 那看回這裏 上個星期 我們就說過 如果可以維持到 大概十多天 在這條黃色的長期下降軌上面 我們就會考慮為牛市的開始 我現在都是審慎樂觀地 覺得這個牛市 是真的有機會開始了 大家都見到 在這個 減了半之後的 這個月以來 其實我們都在這個 紫色線 大概9900多 和這條藍色或者綠色線之間 在震動著 我覺得這個調整 或者震動 是非常之健康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們由這個3月的時候的最低位 因為武漢肺炎而跌下去的最低位 其實我們已經是升回 145% 都是一個很大的升幅 我想你都明白 升的東西不會一次過升 升到爆 除非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爆升 就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正常來說 都是升一升 停一停 升一升 停一停 所以現在這個走勢 我覺得是健康的 然後我也想說說 為什麼經常都跟大家說 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 或者加密貨幣市場 是一個好的地方 讓大家投資 我們比較一下 它和傳統市場的分別 我們看看道指 藍色這條就是道指 你看到它3月的時候最低位 要看這邊 3月的時候最低位 就是18,000多 現在它也升了很多 去到27,500左右 它當18,000多到27,000多 當中的升幅是大概50% 相對於比特幣的140% 是有一段距離 始終加密貨幣市場 或者比特幣市場 那個Pool還未夠大 還有最大的分別就是 比特幣市場有一個減半 而這個傳統市場是沒有的 中長線來看 我絕對看好比特幣 而現在這個時候 不是投資建議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我認為是真的有機會 趕上這個 比特幣牛市尾班車的一個時間 好了 講完比特幣的幣價走勢之後 就想講一下今天 想和大家介紹的這間公司 叫做 Great Scale Great Scale Investment 這間公司是來自美國的 就在2013年開啟了 今天想和大家一齊看看 的是兩篇文章內的內容 首先看看這一篇 這裡就講 這個Great Scale Bitcoin Trust 買了減半之後的 Bitcoin產量超過1.5倍 那即是甚麼呢 看看這裡 在減半之後 Bitcoin產量是12337顆 但是單單在這個Great Scale的Trust 就買了18910顆 那很簡單的 Supply and Demand這個 供應和需求 越多需求 它的供應少 那幣價就會上升 那看看這裡 這間Great Scale的客戶 通常是一些長期的投資者 和一些大的 大的機構投資者 或者一些億萬富豪 這裡都講到 為甚麼會買了這麼多比特幣呢 就說明了 有很強的機構投資者的一個需求 給這個加密貨幣 重要的 我們預期這個需求 還會增加的 過了這個武漢肺炎之後 這裡中間有一些數據 這篇文章的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想詳細看的話 你都可以去看的 這裡就講到 在5月17號之前的100天 這間Great Scale Investment 就買了 Total產量的33% 它的CEO都提到 我們看看第二季又會怎樣 即是呢 我覺得它是暗示 第二季的投資 只會更加之大 是不會減少的 接著這幅圖就看到 這個Great Scale 裡面除了有 這個Bitcoin的信托基金之外 它都有其他Coin 就是Bitcoin Cash Ethereum XRP 或者其他一些Octcoins 最後這裡都講到了 Great Scale說過 88%它的一些資金來源 是在第一季的資金來源 是來自這個機構的投資者 多數都是一些對沖基金 這裡都提到了 很多億萬富豪的投資者 都會把加密貨幣 放在他們的投資組合裡面 好了 這篇文章就看到這裡 另外這篇文章就提到了 如果你要擁有大概一個Bitcoin 透過這個Great Scale 的Bitcoin Trust 你就要給大約1萬1千2百40美金 即是說 大家都知道 剛才提過 現在Bitcoin的價格是9千6百幾 即是說 那個差價有十幾個巴仙 那為什麼這些人還會去買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 他們是一些長期的投資者 所以這些Premium 他們覺得中長期是會賺得回的 第二就是因為這個Great Scale 這間公司是美國政府監管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比較安全 在這個途徑買入 另外相對於他們自己去買Bitcoin 他們就不需要煩 怎樣儲存Bitcoin 或者應該放去哪裡好 這個問題 接著就想看看 這個6月8日的最新更新 他就說 在6月8日的時候 最新UnderGreat Scale 去管理的資產 大概有4個Billion 即是說40億美金左右 在剛才那篇文章 有一件事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就是5月28日的時候 這個Great Scale管理的資產 大概是3.7Billion 即是說短短的不夠兩個星期 它已經由3.7Billion 去到4Billion 差不多一個10%的增長 那在期間 我看過了 幣價其實沒有升了10% 所以 切切實實地 是有越來越多人去投資 這個Great Scale 或者去投資 這個加密貨幣市場 好了 今天介紹這間Great Scale 就來到這裡了 介紹這間公司 除了想告訴大家 現在有不同的途徑 可以買Bitcoin 或者其他Coin之外 還想提大家多一次 現在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 或者一些很有錢 一些富豪去投資這個加密貨幣 大家如果真的相信 或者想乘搭這個順風車的話 是時候了 至於怎樣加入這個加密貨幣市場 又或者中間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看回我舊的影片 或者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甚至乎直接點 我都還可以的 下星期二 再在這裡跟大家說說 Bitcoin或者加密貨幣 下星期見 Bye Bye